第893节 铁路运行的宣传从刚开始修筑铁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他们不知道火车只要一跑起来 在重力的作用下想要停下来非常的艰难 往往火车司机发现不对 开始停车到火车停稳事故早就已经发生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 云野没有解释 只是带他们观看了一下火车模型 又让云欢带着他们亲自上到火车上观察火车是如何工作的 试验了停车需要的最短距离 在那些官员要求停止火车 在自己辖区内奔跑的时候 云野把一堆数据砸在了那些书院出去的官员脸上 然后就要他们滚蛋 最后警告一声 管好自己的百姓 从长安到洛阳需要经过16个县 具备一定发展能力的县只有7个 所以火车会在这7个地方停靠 书院出去的官员看懂了手里的报告数据 开始约束自己治下的百姓 而那些顽固的官员依然在向皇帝喊冤教区 在这个纷乱的时候 火车终于迎来了试运行 玉山书院穷五年之力 总共制造出两辆火车头 为了制造火车头 冶金和金属加工的工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最简易的车床已经出现了 自从这东西出现之后 整个工业终于可以由粗糙向精细化发展了 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的轨道上来 于是标准工件开始大行其道 眼光非常独到的书院 在第一时间就确立了自己的标准 而这个标准也成为整个世界工业的标准 李泰缠闲欲滴的等待着将蒸汽机小型化 这样他就能把自己的飞机彻底的开上蓝天 这些年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无论是滑翔机还是滑翔伞 都可以自由的飞翔了 他的眼光终于从人力 处力 转向了机械力 里程前不允许云叶在长安城墙上开动 这一点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在他看来 在函谷关要塞上开动 已经是天大的让步了 没有高大威格的城墙护士 他总觉得自己睡不安稳 于是火车站只能设立在长安城外 云叶祝贺了儿子的伟大成就 今天里程前会去乘坐火车 所以云叶就不打算去 两个人见了面 总是争吵的非常没意思 李二也不去 但是长孙去了 李二现在对所有的新事物深恶痛绝 自己开着李泰送的蒸汽车 一头撞在树上 差点要了老命 从那以后 他就不再喜欢新生事物了 当然这不包括新式的武器 只要有新武器面试 他总是要去观摩一下 这是这两年 这两条腿彻底的失去了知觉 这才作罢 所以他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钓鱼 酒都不太喝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喝完之后 全身疼 新月骄纵的带着全家去了 自己儿子的成交 他怎么可能会放过呀 这一回非常大方的 将那日木 灵的小苗全部带上 前呼后拥的去坐火车 他很想感受一下夫君所说的 坐地日行八百里的奇妙感觉 李二钓鱼不去别的地方 就在东阳河 初冬的阳光依然带着几分暖意 河水清闭荡漾 还没有开始结冰的时候 一身碧绿的玉兰草缩衣 带着富裕的香气 最是提神醒脑 嘴里边叼着白玉烟杆的李二 就像是一个老农 虽然他身上那件缩衣 就足够买百八十个老农的 依然不妨碍他自称老农 云烈把鱼钩扔进河里 悄悄地坐在李二的身边 静静地钓鱼 你在忍忍 朕就快要死了 朕死了 你就不用被死死地 拴在玉山城了 现在害得你连自己儿子的盛会 都不能去参加 以朕看来啊 城前没有朕的手段 也没有朕的胆破 所以他不会攻打玉山城的 你要去就去 用不着陪我钓鱼 云烈也把烟锅子叼上了 面无表情地说 我的存在就是为了预防万一的 善未的主意是我出的 那就必须让您随心所欲的生活才行啊 李二黑黑一笑 收回鱼钩 重新给上面挂上鱼耳 将丝线扔进河里笑着说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如果朕不愿意 谁能说得中朕 记住了 是我李世民当皇帝当他厌烦了 不是因为你的几句废话 这句话记得写进史书啊 初冬的时候水温低 鱼耳都懒懒的不愿意动腾 两个人哭作了好久都没有什么收获 正在异省阐山之时啊 一声气笛声远远的传来 云烈用小车推着李二上了高坡 眼看着山脚下的平原 一条乌黑发亮的长龙 正在轰隆隆的从玉山城下驶过 直奔寒谷官而去 火车头喷吐着黑烟 一个在前面拖 一个在后面推 中间是三十几节车厢 前面是客车 后面是货车 铁路两边的便道上 有骏马在狂奔 那些人该是李成前的护卫才是 这就是火车呀 李二坐在轮椅上 指指点点的 脖子伸的老长 是的陛下 这就是火车 他的诞生不仅仅是拉人拉货 还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微臣总想把铁路扑遍大唐 让他既成为大唐的血脉 又成为束缚大唐国土的一道道铁链 有了这些铁链 大唐的国土就是混为一体的 谁都休想分割掉一寸 李二见云烈说的有些动情 就拍拍云烈的手说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我们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 做好 不留遗憾就成啊 至于身后事 谁能晓得 你呀 现在和成前的关系闹得这么僵 不是好事啊 难道说朕死了之后 你真的不打算入朝为官了 现在才是你为官最好的时间呢 不论是智慧 人情 手段 眼光 经验 都已经登峰造极了 浪费在山野 可惜了呀 没什么好可惜的 微臣从入室开始 就抱着混吃等死的念头 这些年如果不是您 总拿着鞭子在后面抽 我一定是长安城最大的顽固 日子过得无比的逍遥 李二笑了起来 这火车已经跑远了 就让云野把他推下去 重新来到河边 说来也怪呀 没有人在 两只鱼竿反倒是上了鱼了 两个侍卫正在收线 云野和李二大呼小叫的下了山坡 等走到跟前 鱼竿上的鱼呢 已经被侍卫拖得没力气了 云野和李二轻轻的一收鱼 侍卫就拿着钞子 钞上了两尾大鱼 红艳艳的鳞片 在阳光下显得红彤彤的 非常的漂亮 娘的 怎么又是鲤鱼啊 李二不满的叨鼓一声 陛下现在还有机会呀 有个屁的机会 早就不知道吃了多少了 天底下的好多事情 都是被嘴给破坏的 虽然有祖训 这东西却是粮食 不是可惜呀 啊 今天人少 皇后 杨妃 殷妃 他们都不在 明天才能赶回来 你家估计 也就剩下你一个了吧 把这两条鱼洗洗 下锅烹煮出来 滋味弄足了 咱们君臣的午饭呢 就是他们了 啊 朕好些日子没喝酒了 皇后从来不让朕碰那东西 男子汉大丈夫 碰不得酒 算什么英雄啊 今天日头足 阳气旺 应该能喝几杯吧 两条红鲤鱼 一条撒上葱丝清蒸 一条拿来红烧 和李二商量好了吃法 回到行宫 李二就躺在躺椅上 继续晒太阳 隔着厨房的窗户和云烈 有一句没预句的说话 李二和云烈的口味很相近 都不喜欢吃菜 所以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呢 也就不整了 就两条鱼 不大会儿功夫 一条上了龙屉 一条进了油锅 闻着炖鱼的香味 李二叭大一下嘴巴道 朕以前总以为天下最好吃的 莫过于羊肉 谁知道 短短的数年 羊肉就成了百姓的普通食物 知道不 李家倒霉的时候啊 也穷得一塌糊涂 我母亲去我舅舅家 回来呢 带了三只羊 说好了 一只祭祖 一只给我爹爹留着 剩下的一只啊 才是全家妇孺的食物 母亲也是用大锅煮羊 就是白水哦 煮好之后 沾着盐墨子吃 给我们兄弟四个 翻了一条羊腿 我大哥建成只吃了一点 无极玄霸年纪太小 吃不了多少 结果一只羊腿 被我一个人几乎吃光了 我还想吃 结果被母亲痛责了一顿 那时候 随羊帝对我家 一点都不好 十八子坐江山的谣言 传的满世界都是 又有人说 我父亲脑后有一缕红发 乃是帝王之兆 所以户部连我父亲的俸禄都不给 全家人的吃喝全靠我舅舅接见 我当时很想吃羊肉 但是留给妇孺吃的那只羊 已经被吃光了 爹爹把另外一只羊 拿去招待朋友宾客了 家里只剩下一只等候清明祭祖的羊 那年 我八岁呀 拿着一把刀子 就把那只羊给杀了 不会杀羊 杀得自己满身沾满了羊血 知不知道 朕杀那只羊 整整杀了半个时辰的 我娘过来的时候啊 我还笑着说 这下子可以吃羊了 结果 我挨了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一顿教训 晚上 我屁股疼得睡不着 我爹和我娘进来了 我假装睡着了 结果我娘看着我屁股上的伤 就流着泪说 都是杨广造的孽 要不然堂堂上国住的子孙 何必为一只羊遭受这样的责罚呀 我本来很恨我爹的 打我下那么重的手 不过听了我娘的话之后啊 我就明白了一件事 真正害老子挨揍的罪魁祸首 原来是杨广啊 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 一定要弄死杨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就玩命的练武 读书 这个混蛋害得我没有羊肉吃 慢慢的 有人说我有天日之表 龙凤之词 其实那些人见了权贵家 争取些的子弟都那么说 我是一个小心眼的 又是一个骄傲的 既然杨广欠我的羊肉 我又是天日之表 龙凤之资 当然是要做皇帝的 结果后来 我就真的成了皇帝 听着李二的唠叨 云叶隔着窗户笑道 您的这些话呀 如果被杨广听见 不知道他心里 会是一个什么滋味 为了一只羊掉了江山 太远往歇了 李二张着嘴呵呵笑道 哈哈哈哈 一个不起眼的小尸 往往会决定人的一生 是非成败 其实早就注定了的 多少英雄 在这片土地上厮杀 挣扎 到最后 都变成了一盆黄土 看得多了 心也就淡了 欲望也就不那么强烈了 现在 我已经是在混吃等死啊 小子 要谢谢你啊 如果我还在皇位上 一定做不到这样淡漠 云叶剑鱼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就洗了手 让厨子 把鱼装上盘子 自己推着李二 回到前厅 屋子里不暖和 李二却不让关门 他总是说 透不上气来 云叶根本就不提酒的事情 帮着老眼昏花的李二 包鱼刺 一条鱼吃完了 李二才想起啊 这喝酒的事情来 让侍卫拿回来一坛子好酒 不是云家的烈鹰酒 而是一坛子黄酒 确实是好酒 酒色就像是琥珀一样 李二笑道 你看 欲晚成来 琥珀光 这是最好的兰陵美酒啊 可惜我的兰陵孩儿 如今独守空归 他的夫君就是一个短命了 不过窦家如今 已经烟消云散了 兰陵再嫁 也就不算什么事情了 云叶白首道 您还是不要折腾兰陵了 人家现在呀 活得快活着呢 自己有产业 有人手 有宅子 整日里忙碌自己的生意 听说现在正在和和少 争夺唐霜的买卖 两方人的商战 打得正是如火如荼啊 各出其招 岭南的甘蔗价格呀 已经快要成天价了 他可不是您心中 那个娇弱的小女儿了 堪称商场的巨头 这些年 不但养牛鸡奶 做奶糖 现在把水果都拿来做糖了 咱大糖最大的糖果商人 您知道是谁吗 就是蓝陵啊 人家好不容易 把姓豆的给熬死了 那当然要过几年 快活日子了 您就不要操心了 李二慢慢的喝了一口温热的黄酒 笑着说 嗯 也好 只要他过得愉快 朕也就放心了 只是四子 四子实在是让朕伤心呢 云云一口喝完碗里的酒 陪李二夹了一块鱼 继续说 四子啊 已经成了神仙了 那个玉女门的大姐头啊 现在就是他 您睡着的时候 四子 可是来看过您好几回呀 只是不让娘娘他们说 说没脸见您 嗯 来到京城 将李承前 清雀 高阳 还有我呀 打劫了一头 带着一大笔钱又回去了 您可能不知道 城前把四子的封地啊 给换到了云台山去了 从此以后啊 那座山就是四子的封地了 李二惊恶的放下筷子道 这孩子怎么会这样 朕早就说过不怨他 一碗迷迭香而已啊 要不了朕的命 怎么到现在 还是耿耿于怀的呀 难道 朕睡得就那么紫 云云没好气的说 他到我床跟前 我都不知道 跟一个鬼一样的 抱着腿 坐在窗台上 如果不是无时暗中 拿十子敲了我一下 我也不知道他来过 到您那里啊 那一定是娘娘同意了的 看看您就走 人家现在是神仙中人 不入繁俗的 您以为他勒索走 大批的钱财干什么呀 也是在给自己盖宫殿 和小五一个德行 哪里偏僻往哪盖 清雀又把如何联系 王玄策的法子给了四子 现在呀 应该有好多的窝奴 帮助他盖宫殿呢 李二抽抽鼻子 又喝了一口酒 喝得非常节制 一碗酒喝完 就不再添加了 云叶自己 很快就把一坛子酒 全部喝完了 酒喝完了 两条鱼也吃光了 云叶摸摸油光光的嘴 打算告辞 李二悠悠的对云叶说 告诉孩子们 如果想见我 就来 不用等到我睡着的时候 他们的父亲 再也不会让他们 去做自己 不愿意做的事情了 云叶一愣 想要说话 李二 却自己摇着轮椅 慢慢的引入到 宫殿的深处 云叶觉得 李二似乎是在哭 不过这个人 到了现在 依旧不会将自己的 情绪表露在外面 旺财见到云叶 从兴宫里出来 欢喜的跳跃两下 率先往家的方向 走了两步 见云叶没有跟上来 就停下脚步等了 云叶再回头看着兴宫 今天的李二 和平日里的李二 大大的不同 帝王的威严 似乎已经消失殆尽 现在的他呀 只是一个希望 见到自己孩子的 慈爱的父亲 现在明白 宫里为什么 会只剩下李二呢 他在做补偿 补偿自己的妻儿 一次性的 让皇后 以及其他的嫔妃 通通去坐火车游玩 这是他能做到的极限了 巍巍深宫 所住的不只是 三清后宫家列 也有李二这个 寂寞的帝王 刘芳不打算 住在云家了 他改变了主意 不愿意把自己的尸体 埋进书院的墓园里 他的孩子来接他了 希望能自己照顾老人家天年 刘芳先生貌似坚强的意志 在一瞬间就被自己的重孙儿 冲击的七零八落 迫不及待的 就要随着自己的重孙儿 去甘州老家 于是呢 巫蛇就更加的寂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